有艾斯基第三季强势回归 原本要一起聊的 但写稿时却发现第三季 其实有不少能单独制作 比如大卫分析亲自指导的糟糕之旅 还有最后一集吉巴罗 这怎么能放在最后 那必须得先单独拿这一集出来聊一期 解析这部无语神篇 以下会涉及很多个人主观过度脑洞解读观点 会和目前的一些主流观点想中途 还请大家理性讨论 看过吉巴罗的大伙伴 应该能感受到 影片的主创来自第一季的证人 接近写实的画风 但又强烈的人造光源效果结合 RD3D交织在一起 打造出独特魅力的狂野动画风格 导演阿尔贝托米尔哥 曾经凭借挡风玻璃雨刷 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短片 当时的画风还更为写意更为随性 之后到了艾斯基的证人 城市的描绘毕竟真实 但又不是艳丽的画风 城市建筑的刻画 也一直是导演打造的强项 而这次吉巴罗导演走出舒适圈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 全新沉浸写实的森林体系 观看时一度认为 一些片段是实拍和真人动作捕捉 但这些导演都一一否定 这全都是电脑上完成的 也没有任何真人动补 尤其是水体的效果渲染 是一项技术突破 好那么电影工业这块有多牛逼 大家自己去体会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影片解析 啊再等一下 有个老手脸很久没见面了 没错就是SURF SHOW 你想要看到最新最全的艾斯基全三季吗 更重要的是想要突破区域的限制 把全球的各个流媒体平台收入囊中 获得更多新鲜的电影和影集吗 SURF SHOW就来帮你解决 什么Netflix Disney Plus Apple TV 亚马逊 Hulu HBO Max 想跳到哪个国家看哪个作品都不成问题 而且不管你用的是电脑还是手机或平板 是智能电视还是PS5或Xbox 是安卓还是iOS SURF SHOW都能为你全线覆盖 这时候你一定会担心 这么广泛的运用和在全世界网络乱窜 安全问题怎么解决 当当 SURF SHOW ONE能解决你的后顾之忧 让你高枕无忧 SURF SHOW ONE即打成开发了 Anti-Virus Search Alert Anti-Virus防范针对于安卓和Windows的病毒 二亿软件及侵入式的应用程序 做到精准移出有害文件和病毒 Alert则负责保护你的网络账户 不管是个人账户 电子邮箱还是ID Alert都能为你助起坚强后盾 电子邮件地址出现在泄露线上数据库 是立刻我的提醒 Search功能 可以让你在隐蔽的情况下 搜索网络不留痕迹 没有历史日志 还能避免广告打咬 想怎么网上冲浪都可以 如果你还在犹豫价格 不用担心 折扣码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在视频下方说明处点链接 你只要在购买Search后1时输入Hexcon 你懂了Hexcon就是六边形 就能享受一期折扣和三个月的免费期 然后再加点Search后1的 Antiwarus Alert Search就可以了 同时Search后还具备了30天 全额退款的保证 有了Search后1 相信你在上网时 更能畅通无阻和自信了 好的 准备好了吗 我们正式进入解析正片 影片开始前 是SJ Icon的常规转动 之后停留在一只耳朵 一颗心脏 还有一个X 我的理解是耳朵代表失去了听觉的男主 短片也是以他的主观视角去讲述故事 心脏代表了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贪婪 还有一个X 是艾斯基官方的三个Icon 爱死亡机器人中的死亡 也暗示了短片的最终是通向死亡的镜头 影片最初的三个Icon 就已经告诉我们短片的主题 人类的欲望和贪婪迟早败露 永无止境直至走向死亡 影片发布后就有不少人先联想到了 拉丁美洲被西班牙殖民的那段大航海历史 影片是谴责西班牙殖民的隐喻 嗯 没那么简单 就如最初的那三个Icon 其实我认为影片的格局开得更大 之后会深入聊大聊特聊那种 从影片中骑士兵团的盔甲造型设计 时间背景应该是在15世纪到17世纪 也是哥伦布大航海时期 这些或许是西班牙骑士 当时也叫西班牙征服者 如果牵引到偏名吉巴罗目前被视为 波多黎各的农民象征 那么更具体时间背景应该就是在 1502年到1504年的16世纪初 西班牙开始对波多黎各大规模的派兵殖民 以及扩大其宗教信仰 不过真的是这么直白吗 仔细看这些骑士脸上的 纹身 发型 人种的结合 还有套皮环戴耳环来看 又不像是中世纪的西班牙人 更像是现代的雇佣兵组合记事感 而跟着队伍的宗教 按理说应该是当时跟随西班牙 殖民拉丁美洲的是天主教 不过影片连十字造型和天主教的一些标志设计都没有出现 影片其用意就是刻意模糊指定的教派 服装投射的造型 还有几分东正教的感觉 但服装又像罗马天主教 接下来我们还能看到骑士的坐骑马匹的布料 红色或蓝色或青色 再加上金边花里无哨的勾勒的设计 又有几分波斯中东区域元素的感觉 之后出现了女妖的形象设计 鼻环有印度或吉普赛的特色 脖子项圈有缅甸巴东族的风格 整体黄金挂满全身 综合杂有了古巴比伦 古埃及 波斯王朝等帝王香养金银珠宝的风格造型 而女妖金光闪闪的灵感 估计就来自于维也纳象征主义画家 古斯塔夫克里姆的画作 尤其是女神雅典娜和艾迪尔肖像一号 所以由此可以看出 影片对于骑士和女妖的造型设计 并非特指某段历史和某个纸袋的族群 而是想做成一个可大可小 能屈能伸的隐喻讨论空间 好我们回到开篇第一个画面 丛林绿黄交接风景为美 仔细听一开始伴随的音效 是否能隐约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 如同大地的脉搏 当然更直观的或许是马蹄生在森林里回想 不管怎样 影片从最初就设定自然界的奇妙诡异存在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郁郁冲冲的丛林 其中这个丛林仔细看的话 也不像是波多黎哥 而是一个地理错乱的大杂烩 有位于北半球 尤其是北欧特色的白画树 但也有热带地区的红树林结构 还有风树 以及南半球热带区的松树林结构 再次说明 导演就是想做成一个 模糊环境和角色的隐喻故事 不过当然 时间背景还是会放在中世纪 或大航海时代的冷兵器时期 接着第二个画面 并不是行军的启士们 而是镜头继续给到大自然 若隐若现的瀑布 湍急的水流声覆盖整个声道 水会成为重要的元素存在 在下一个画面是白画树上 有着一些违和 但却充满艺术的涂鸦 最显眼的是那双眼睛造型的ICOM 眼睛造型 我觉得是对应湖水中女妖的暗中观察 在后面骑士队伍中 有个一闪而过的镜头 男主配备的剑柄上 也有类似的眼睛造型ICOM 这是否说明 这群骑士是一群狩猎队伍 目标就是传说中 欠满精彩万贯的女妖呢 其实在大航海时期 拉丁美洲就被一度吹捧为 遍地黄金白银河宝藏 充满着未知诱人的神秘地狱 或许可以理解为 这群骑士 就是冲着想要挖掘宝藏 进入森林的 而他们刚进入 刻着眼睛的树林 策畏说明 他们已经进入了 女妖的魔力范围 我们继续看骑士 走过的森林 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有很多和女妖金色纹理 相似的图案出现在树上 而湖水边上 有一圈圈彩色的小卷 有着金暖色的光泽 更说明骑士们 已经在女妖锁定的攻击范围里了 接着是马匹布料上的 金色针织 仔细看图案 也有眼睛的造型 和最早出现在树上的眼睛相似 似乎也更说明 这是一只抓黄金女妖的 骑士队伍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男主了 我只能说导演真的很自恋 三个短片的男主 和导演那是长得挺像的 而且女妖也是 和第一季爱死鸡女主 感觉就是同一人 导演的多元宇宙嘛这是 当镜头给到男主时 背景声音像被抽干了空气般窒息 从而来说明男主是龙骑士 听不见任何声音 接着就是耳朵特写来强化 男主是龙子 再仔细看的话 男主头发并角处 出现了一搓搓的小卷 这个小卷和湖水周围的小卷是一致的 难道预示着男主和女妖 是命中注定吗 再来就是男主脸上的纹身 其中一个是一只手 手掌还有一条身痕 这又是否预言了之后 男主牵女妖时被鳞片割到呢 接下来是队友对男主做了些手语 结合下文理解 应该是队伍认为这里有湖水 适合驻扎营地休息片刻 有人认为他们发现了女妖准备抓捕 然后宗教祷告仪式是准备作战 我觉得这个解读稍微有点牵强 一来前面画面并没有拍到骑士们 发现女妖踪迹 二来是他们驻扎时显得很轻松 男主还去河边随便走了走 三来是冷兵器为主的时机 行军驻扎休息 基本都会选择游水的河边或者湖边 后面的东教仪式 其实更像是一种日常的胜利环节 只有是一个俯拍镜头 湖水大小和形状一览无遗 顺时针旋转90度 是一颗心脏的形状 而反过来的是 输入进心脏湖泊水源动脉不是在上端 而是下端是入水口为之 这里我觉得是故意的 后面会呼应到这一论点 接下来是男主把马绑在树上 仔细看的话 这棵树的树皮 有些许鳞片的痕迹 对应了女妖身上的精灵片 之后男主慢慢走向湖边 两边出现了一圈圈的涂鸦 男主离女妖范围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男主发现湖边有金色闪闪的东西 于是去捡起来 用嘴咬了咬 是金字没错了 就在男主触碰到精灵片时 画面很快给到了 女妖在湖底睁眼的反应 而且给了一个女妖视角的画面 男主的手捡起精灵片 这里可以解读为 精灵片是女妖放下的肉饵 只要有人接触 女妖就会被唤醒 当然也可以是 女妖正常代谢脱落的精灵片 不管怎么样 这个镜头语言逻辑告诉我们 精灵片一旦被触碰 湖中女妖就会被唤醒 我们回到男主这 他发现是金字后 欣喜若狂内心小露乱状 还回头看看有没有人发现 生怕别人和他讲 然后他接着继续在湖水边找金字 由此可以看出两个信息点 第一 他们队伍确实只是在这稍作休息 因为如果知道这有金女妖 大家早就开始找金字了 第二是男主打一开始就是贪婪之人 甚至比其他人还要贪婪 他找到金字后没有汇报 还生怕别人发现 自己找了起来 自私又贪婪 只有女妖开始伺机而动 一个水面的禁止机位 女妖在湖底滑到树林后面暗中观察 然后女妖继续观察男主 另一边骑士拔剑单膝跪地 右边的主神父拿着一个圣杯和刷子 里面放的可能是圣水或圣油 神父准备为这群骑士做胜礼 这里的胜礼可能是日常胜礼 也可能是特殊的授权胜礼 总之在虔诚的骑士做胜礼时 讽刺的是女妖准备激起人们内心深层的欲望了 于是我们迎来第一声和女妖的叫声 这个时候骑士们他们只是听到声音 而没有向之后往前听 说明女妖第一声其实并没有杀伤力 而只是引起人们的注意 而紧接着第二声就不一样了 所有某种力量推着人们往湖中心走 而且声音明显更为刺耳 有些人还捂住耳朵 人的眼睛开始冲雪 这时夜店配乐声响起嗨起来 女妖不再遮遮掩掩 直接在湖水中间跳起现代舞蹈 注意看的话 这些舞姿的动作会直接映射到骑士身上 骑士也是按照女妖的舞姿 优美的舞动进湖水中 包括女妖土舌头 黄金骑士也跟着土舌头 骑士们有种被女妖附身的感觉 这里就不一一比对了 建议去看原片这一段特别过瘾 在当女妖第二声响起 其实当时人们还没有觉得危险靠近 而是看到身材交好 全身还都是黄金的女妖后 全被迷倒 这里应该也是女妖巫术的一种 激起人们的贪婪和欲望 因为按理说 如果只是人类看到黄金起贪念 这是耳聋的男主应该也会起贪念 但这时男主更多是搞不清楚状况和害怕 注意看黄金骑士和神父的牙齿掉了好几颗 这是那个时期的贵族病之一 因为吃过多甜食 但当时医疗又没有那么发达导致的 之后女妖的舞姿 有一个明显的你过来呀 你过来呀的动作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黄金骑士拔剑 这里拔剑我认为是骑士 还在有一些自我意识的情况下 想拔剑去干掉女妖 但无奈身体被女妖附身 跟着舞姿舞动 意识也渐渐模糊 变得焦躁和残暴 于是骑士们在奔向湖水中时 互相残杀 骑士们经过湖水低洼地带后 进入深水区之后一个个往下沉 直至全军覆没 期间不明状况的男主 还想去拉队友 结果差点被反杀 这里有个疑问 就是为何这些中了鞋的骑士 不去砍杀男主呢 我的理解是这群骑士 并非见到活物就砍杀 不然可能连马也不放过了 可能这些骑士 都被女妖的声音附身后 进入了互相残杀的集体 受控意识里 女妖得以控制他们 命令他们彼此乱刺 而局外人男主则在清单外 等到女妖跳完一支舞 基本人走查量后 女妖却发现 怎么还有男主活着 于是接连喊了几声 却发现声音对男主没起作用 震动着他自己也有点尴尬 于是快速躲进水里 男主见状快速离开 随便找了一匹马 坐上狂奔八百里 结果由于太极被树干 直接撞了个狗吃屎 晕倒在地 等男主醒来已经黄昏 还发现骑的马一摔的无法使用 于是男主拿走了马鞍和布料 继续跑路 男主走到河边洗漱一番 注意看河边 依然有彩色的小尖圈 这说明男主并没有走出 女妖的势力范围 说不定就是男主喝了口 河水和洗了把脸 暴露了自己的方位 夜幕降临 男主找了棵树就睡着了 在这可以听到被影声 还是水流音效 说明男主离河边非常近 所以女妖很容易找到 夜晚女妖果然出现 旋转跳跃间 女妖找到了睡着的男主 除去男主的坦资 在白天没有击垮男主后 女妖对男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或许他认为男主和其他贪婪的人类不一样 经过几番怪异的打量后 女妖和男主一起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男主醒来 结果发现身边躺着女妖 女妖也被吵醒 两人尴尬的面面相亏了片刻 为何这时男主不害怕女妖 或许男主认为女妖和他睡了一晚后 也没夺取他的性命 应该自己已不是威胁 而且更重要的是 男主近距离的看到了女妖身上 身缠万贯 岂能不心动 正当女妖想离开时 男主一把抓住女妖 女妖争托 男主手被划伤 但也脱落了一些精灵片 这样男主更鸟味实亡了 而女妖跳进水里后 还一步三回头 看看郎君有没有追上自己啊 于是两人玩起了你追我赶的戏码 女妖在阳光下还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感觉自己找到了意中人无比欢欣 最后女妖在一个瀑布头上愉快的舞蹈 等着男主靠近 为何在瀑布头 这里多少有些sex暗示解读在里面了 女妖在喷柔而下的水中 等待男主 欢欢欲水无法抵挡 而男主爬到瀑布头后 他此时一直挂着的布料 也不再披在身上 让其落下 这里可以过度解读为宽衣解带 然后男主拔剑 把剑插在地上 也是一个十分明显的sex暗示 接着女妖扭动腰部 缓缓跳起舞蹈 这舞姿也很明显是在求偶了 男主看了还邪魅一笑 很快女妖游到男主身边 舔了下剑套 这个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然后女妖把男主当作钢管 跳了一段舞 用舞蹈影射 两人其实已经开始进入雨水之欢 只是看破不说破 贪婪的男主还不忘去抠女妖的精灵片 而女妖此时已完全认为 男主是个值得依托的人 这时男主主动亲了女妖 注意使男主用手挽住女妖的脖子 往自己嘴上靠 不亲不知道一亲不得了 满嘴血味 原来女妖除了锋利的牙齿 舌头也是不满灵片 女妖尝到了爱的滋味 更是扑上前去和男主拥吻 很快两人扭成一条 在瀑布边上缠绵 而就在女妖完全松懈之时 男主一个暴击 用头把女妖撞晕 这里我觉得可以理解为 女妖已经死了 接下来就是残酷的扒皮 男主把女妖身上值钱的都扒了个遍 从白天一直扒到晚上 然后有一个切换又来到白天 意思就是男主扒了一天一夜 贪得无厌 这也更确定女妖已死 然后男主用布把这些金子珠宝全部装好 把女妖的尸体扔进瀑布 男主扛着金子朝着河水流动往下 女妖尸体也顺流而下 最后女妖流到了心脏之湖 男主也来到了不远的河边 女妖飘在湖水中 让人联想到了约翰·艾弗雷特·米莱的名作 奥菲利亚 影片有一个更明显的角度 我这里就不放了比较残忍 化作取材自威廉·莎士比亚的 哈姆雷特剧中角色的奥菲利亚 奥菲利亚被哈姆雷特拒绝 父亲波罗涅斯又被刺死 双重打击之下精神失常 甚至失足落水的溺斃 回到影片 接着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女妖沉入水底 大地震动 雪水涌进湖里 这里是不是致敬了一番闪铃 俯瞰视角 旋转90度 雪水并非从心脏下端 也就是入水口涌入 而是在心脏的上端 也就是我们正常心脏的大动脉位置 喷戎而出 这里含义也很明显了 女妖死了 大地母亲 或者河水之母自然母亲 总之女妖上头更高的神明震怒 于是释放了雪水 让心脏之湖跳动起来 复活了女妖 接着雪水冲破湖水 逆流而上 和顺着的河水交织在一起 整条河流被染红 另一边男主搬着精子眼泪的沟呛 到河边喝水休息 结果喝到了雪水 雪水有复活治愈的作用 男主喝完听力瞬间恢复 感受到声音的男主惊慌失措 由此可见男主是一戳声就失聪了飞后天 而且男主或许在恢复听力的过程中 身体产生极度不适 抱走了好一阵子 等到男主接受后 开始感到兴奋 这又是拿了精子又治好了师聪 自己是多大的福气啊 注意天色 这时又经过了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 当男主准备骑马离开时 女妖华丽转身站了起来 她复活了 恢复意识的女妖 发现自己的精灵片被扒了个金光 发出哀嚎 这时的哀嚎对男主是没有杀伤力的 而且女妖也不知道男主在附近 不过恢复听觉的男主听到声音 看向湖中央 发现女妖复活吓了个半死 注意看男主旁边的植物 重新有了那些圈圈 说明女妖法力又回来了 在女妖死的那段期间 男主在森林走动 还有到河边喝水 都没有出现圈圈 这也侧面说明了女妖那时是死亡状态 之后女妖就看到了岸边的男主 明白了一切 原来你这男人和其他人并没区别啊 甚至比其他男人更贪婪 更绝情 悲痛不已的女妖继续 喊出那嘹亮刺耳的声音 拉着男主一步步走向湖水中央 最后男主跟随女妖的舞步 坠向湖水深渊 沉入湖底 湖底有数不清的尸骨遗骸 都是贪得无厌 经不起诱惑的人性 仔细看的话 这些遗骸有很多精炼调和珠宝 这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从那些骑士被带到湖沟里时 身上并没有金字宝藏 或许这神奇的湖 可以让这些贪婪的尸体 变成金子和珠宝 尤其注意那些骷髅 有些还是金色的 似乎更说明了湖水和女妖 点尸成金的魔力 所以看到这最后结局画面的我 闹动了一个背后的故事 景宫一乐 很多很多年以前 在这片百年孤独魔幻的拉丁美洲 有一片森林 传说这里有数不尽的宝藏和布老权 在这森林中央 蕴藏着一个有着生命魔力的湖水 湖水中住着一位女妖 她一丝不挂 原始单纯 孤独的她时常唱着歌 有一天 一群骑士被歌声吸引来到湖边 发现湖边有黄金 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金子是什么变成的 于是这群骑士开始互相争夺 厮杀 最终两败俱亡 坠入湖地 无一信念 神奇的湖水 能把死去的人内心 对财富的贪婪和欲望变成现实 久而久之狮还变成了各式各样的金银珠宝 女妖在湖水中长期浸泡 身上开始长满黄金鳞片 香养着珠宝 活脱脱一位黄金圣斗士 而女妖的声音也渐渐注入了亡魂的贪婪和欲望 还有对权力和暴力支配的渴望 接着又有一伙骑士到来 女妖发出刺恶的汗声 附带着人性中的欲望被激发 骑士们纷纷冲向湖中央 就这样 一波一波的骑士和冒险家过来 但都抵挡不住女妖声音里迸发出的人性阴暗和控制 又过了些日子 就来到了影片男主骑士团的到来 这一次女妖居然发现男主和别人不一样 好自我命题下写了个前传 要么回到影片本身 也回到视频最开始的问题 影片是否真的隐喻大航海时期 西班牙对波多黎各的残酷殖民呢 我们来看看导演自己怎么说的吧 访谈中导演提到本片的用意 更多想要表达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必须拯救世界 或者讲述一位超级英雄的心路历程 虽然在影片中似乎有看到角色的某些时刻 想成为更好的自己 但结果并没有 事实上最终他们成为最糟糕的版本 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教训 他们都输了 结局会让人不舒服 有些观众会比较偏爱其中一位 他们彼此两人是一种有毒的关系 是关于烈食者之间的肉欲关系 我喜欢那种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感觉 男女主角出于错误原因相爱 这就是当代现今关系中经常正在发生的事情 我们使用和选择是完全错误的 出于错误的原因 结局必然是痛苦和悲剧 从导演这番对自己作品的解读来看 似乎并没有提及西班牙殖民波多黎各这些背景故事 我搜了不少的国外影评 也几乎没有提到这段历史 只是偶尔会有一两句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角度参考 我们看看就好 我始终认为一部作品问世 这部作品就有了生命力 和原创作者关系不大了 作品自己可以和观众交流 观众解读成什么就是什么 没有标准答案 那么影片对于我来说到底表达了什么呢 我觉得或许不少人被篇名吉巴罗的解释给带片了 吉巴罗深入研究的话 其实在1820年才渐渐代表了波多黎各的传统农民 才有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所以这就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吉巴罗就是那位女妖 骑士则是代表殖民者 他们想要暴力征服这片土地 不过影片的背景显然并不是发生在1820年 而是还要早几百年 而且其实吉巴罗很可能是男主的名字 首先不少简介有写到男主名字叫吉巴罗 然后就是片尾字幕已经显示出来了 出演吉巴罗的是一位叫 格文斯文布莲博的壮汉黑人小哥 他在脸书放出出席SG的手印里 还说担任了吉巴罗主演 不过他写的是leader灵眼 而不是说主演了男一号 我再查着黑人小哥是舞蹈演员 他跳舞的舞姿其实在影片更像是女妖跳的舞 所以或许这说明黑人小哥说的主演吉巴罗 吉巴罗只是影片的标题 他主演功能是跳舞 好让后期人员根据舞蹈套上给男女主角 所以我的理解或许标题吉巴罗并没有指名是男主或是女主 吉巴罗作为标题 更多是拉丁美洲那段长历史故事所迸发的创作灵感 这就要牵扯到吉巴罗更符合影片时间背景的历史了 接着看完或许你会对影片有更多角度的理解 那是一段很长很复杂的历史 我为什么这么久才做完这一期就是一直在查资料 接下来会简单通俗的聊 可能会有错不是科普 谢谢 在西班牙没有殖民剥削拉丁美洲前 这边土地生活着本地拉美加勒比土著 他们叫泰诺 泰诺土著在不同区域有不同的部落 每个部落性格也不同 有些比较野蛮对外来人充满敌意 比如和印加帝国交战过的秘鲁和厄瓜多尔的泰诺土著 有一些则热情好客 比如波多黎哥的泰诺土著 西班牙人来到后 给这些泰诺土著取名为吉巴罗或者ヒ巴罗 意思为森林之人 不过当时这个词没流行起来 不少人还是直接称呼为泰诺 所以吉巴罗是西班牙语 哦对了 导应是西班牙人 之后西班牙人开始殖民拉丁美洲 当时过来的西班牙人 来的都是男人没有带上女性 于是部分的西班牙人和本地的土著 泰诺成立了家庭 一些土著也走出森林 融入进西班牙人的现代生活里 加勒比海区域也因为西班牙的浪漫主义 一川师师川派口口相传 被誉为有黄金宝藏和不老权的圣地 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抱着发财梦 在哥伦布来到拉丁美洲时 他想把加勒比打造成第二个地中海 抱着崇高理想抱负 想秩序化开发这片土地 但无奈西班牙贵族其实不吃哥伦布这套 人们在暴力贪婪的欲望下 开始对拉丁美洲血腥之名 当地泰诺土著被残杀 被奴役被迫害 土著女性被强包 同时泰诺土著也被西班牙人带来的疾病折磨 渐渐的泰诺土著人所剩无几 而长期殖民生活下 西班牙人和土著的后代 或土著融入近现代生活后的后代 这些人渐渐被称为hebelo 和更原始的泰诺土著区分开来 又过了很多很多年 动荡的拉丁美洲又发生了很多故事 吉巴罗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和身份 在1820年时 一组吉巴罗诗篇才开始真正定义了 吉巴罗人的思想和特征 吉巴罗开始成为农耕农民 或未受过教育的边缘人的称呼 在当时还没有很正面 吉巴罗有时候也带有歧视意味 于是再到了20世纪中后夜 吉巴罗的称呼才开始转为正面 代表了辛劳的农民阶级 代表了淳朴热情好客 并且吉巴罗这个称呼 自豪的和波多黎哥的文化结合在了一起 还成为了反对殖民大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好说了这么多 我们再回看结合影片 是否能感受到吉巴罗更丰富的含义呢 个人浅薄的理解 女妖更像是代表了泰諾土著的综合体 有对外来人的敌对 但也对外来人充满好奇 同时女妖也象征了拉丁美洲 丰富让人垂旋的资源 无数人因为想获得宝藏财富而赔上了性命 露出真名的欲望本性 其实导演未来让影片元素更为国际化 女妖歌声的设定灵感 实则是出自希腊神话赛人 他们又迷人的歌声引诱附近的水手 在他们的岛屿和岩石海岸上出交 最终导致船回人亡 加勒比海盗中 歌声蛊惑水手的美人鱼设定灵感 也出自赛人传说 那么骑士团当然最直观是代表了殖民时代的殖民者 他们来到了这片拉丁美洲原始的土地 自然就是奔着黄金宝藏去的 血水能复活女妖和让男主听力恢复 就是加勒比海盗传说不老权的象征 那个在影片出境率很高的圈圈 其实是泰诺土著的图腾之一 意思是水之神 而放大视野格局 骑士们则代表了人性的贪婪和无尽的欲望 对大自然和生命的不敬畏 骑士里其中耳聋的男主 解读则更为复杂些 影片中的和女妖的暧昧时光 或许也回溯了大航海时代 有极少的西班牙殖民者和土著 组建家庭的短暂美好 同时也象征了不同利益的人和人之间 尝试寻找爱的途径 但很快 人性的阴暗面的肉惑 难以让男主成为好人 悲剧发生 偏名吉巴罗 或许并没有指名是男主或女妖 而更像是反映了这个名字背后 复杂的诞生和演变的故事 那段血腥残暴的殖民历史 还有那些古老的传说 以及对人性的担忧和反思 你可以说影片呼应了爱德华加拉亚诺的 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而我则更联想到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在殖民经济市压迫下的拉丁美洲人们 再怎么努力都摆脱不了悲剧的宿命 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各种荒诞离奇魔幻的行为 那么你看了吉巴罗 你会想到什么呢 是颠覆视觉神经的新刺激 还是距离我们遥远时间和国度的诡决探险 抑或是看后让人不舒服 但又过于真实的可怕贪婪和欲望 欢迎留言分享 好爱死机第三季吉巴罗 今天就简单聊到这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转发支持下 干这期真的很不容易 此外还有其他爱死机第三季的影评解析在路上 大家是想要看到这样的分级解析还是第三集合并解析呢 请留言告诉我 那我是大宗 还有更多精彩影视解析等着你 下期视频我们很快见面